大家好,我是老油条 老油条带你去看没看过的佳作神作好玩的电影 看电影就找老油条 今天看一部游戏改编的电影 我是看完电影之后才是知道它是游戏改编的 游戏我是没玩过 老油条我只看电影 电影名字《波斯王子诗之刃》 电影开始就是一望无敌的沙漠 一轮太阳缓缓升起 据说有些生命能够横跨时空 透过一个回荡于历史的古老召唤紧紧相机 那就是命运 曾经有一个强大的波斯帝国 全盛时期横跨亚欧非三个大陆 波斯大军所到之处全都俯首称称 无法打败的称霸帝国 这个帝国由国王和他的兄弟王叔共同治理 国王非常信任他的兄弟王叔 兄弟两个小时候曾经遭遇过猛兽 是王叔英勇地救下了国王 国王对王叔感激不尽 一直遵循忠诚和兄弟情义之道 国王虽然拥有了两位王子 但是皇室家族并不完整 因为我们的主角大毛还没出现 年少的大毛出生于一个贫民窟的孤儿 和自己的好友二狗在大街溜党 结果没留神冲撞了皇家侍卫 马受惊 侍卫摔在个狗池时 愤怒的侍卫抽打二狗 大毛勇敢地救下了二狗 在贫民区四处逃窜 顺便也羞辱了侍卫 大毛依然被侍卫给抓到 国王被这位英勇的少年所震撼 看中了大毛勇敢正义的精神 收留了大毛作为第三位王子 从此大毛的人生发生了180度大转变 故事也正式开始 转眼来到15年之后 浩浩荡荡的帝国军队出征 领导这支军队的就是大王子 不出意外的话 老大就是未来的国王 所以一直在学习怎么成为好国王 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容易听信谗言 缺乏主见 有时过于自信 老二是一个耿直的人 做事比较鲁莽 不过脑子 大毛则没有忘记自己的本性 和普通士兵在娱乐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攻打一个小国 正好路过圣称阿勒姆 王叔作为指导陪同 在此之前 他们查获了一批武器 这批武器说是偷偷地运给阿勒姆 王叔认为阿勒姆在偷偷地买武器 打算打他们 他认为要在敌人进攻之前先发指引 老大也是犹豫不决 一方面国王告诉他 坚决不能攻打阿勒姆 否则会被别的国家敌对 再有一方面 老大一直希望可以证明自己的实力 正好借此机会打下千年不败之称 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做国王 老二是一个听从别人命令的人 他喜欢打仗出风头 大毛认为这件事证据不足 应该再调查 不过大毛没有任何决定权 最终还是决定攻打阿勒姆 相传阿勒姆的公主是一位绝世美人 此时的阿勒姆公主正在做人体彩绘 公主再且称呼她为小芳 这位绝世美女的长相我就不敢攻卫了 就当她是美女好了 波斯大军也展开了总攻 城市内部开始大片着火 大毛带着自己的小分队攻破了侧门 大毛有勇有谋是国王的最佳人选 很可惜他不是亲生的 在大毛的帮助下 大军以最少的损失攻进了城市 小芳交给亲信神秘宝物 并嘱咐亲信一定要保护这件宝物 大毛此时正在战场打斗 巧遇到了这位亲信 应该是导演的刻意下安排相遇 交战几个回合 亲信不计被大毛打败 宝物也被大毛捡了起来 是一把长相奇怪的匕首 刀身刻满了符文 刀饼是透明中空结构 阿勒姆战败小芳被服务 老大此时给小芳出了两条出路 要不就跟老大结婚形成正式婚姻 要不就把小芳给宰了 小芳宁愿选择被杀也不嫁 大毛带着匕首在旁边强势为官 小芳看到匕首之后心凉了一半 为了夺回匕首 只能选择和老大结婚 国王得知圣城被攻破 快马加鞭赶到了圣城 但是事情已经发生 无法挽回 庆功宴依然照常举行 国王对大毛异常喜欢 在国王心里 估计已经认定大毛是未来的国王了 国王打算将小芳取费给大毛 可以看得出国王相当喜欢大毛 老大给了大毛一件贵重的衣服 让大毛送给国王 这件衣服上竟然占有剧毒 国王不幸遇难 大毛想解释也解释不了了 只能带着小芳逃跑 国王死亡 老大也顺利上位 悬赏中间要追杀大毛 另一边的小芳想借机杀掉大毛 没想到大毛无意中启动了匕首的功能 大毛可以回到过去 可以改变历史 只有使用者才会知道发生的一切 圣城保护的就是这个 大毛怀疑攻打正城的目的就是为了匕首 想得到匕首的就是老大 这样他就可以依靠匕首获得胜利 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王 大毛决定在国王下葬时会见王叔 向他解释这一切 为了不被抓到 大毛抄小鹿 没想到被黑胡子给抓到 黑胡子是一名商人 为了逃睡躲避在戈壁滩 带着一匹打手在戈壁小镇称霸 黑胡子也看中了匕首 但是不知道这是一件神器 大毛还是带着小芳给逃跑 国王下葬的当天 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 王叔就在国王的旁边 大毛一直也都信任王叔 告诉了王叔这一切的秘密 希望王叔可以帮助他洗脱罪名 大毛还是不会玩政治 真正部署这一切的其实是王叔 王叔很希望自己可以当上国王 他很后悔当年在猛兽前救下了国王 他想通过十字刃回到过去 改变历史自己就可以做一辈子国王 果然心机 此时外面也部署了重兵围剿 大毛凭借主角光环逃脱 王叔也知道应该最后一搏了 国王在世时废除了一个暗杀组织哈希摩 王叔却把这个组织暗中支持 这支部队也到了展现才能的时候了 这把匕首是神的恩赐 装门沙子也只能穿越到过去几分钟 想要穿越到更久远 就要把匕首插进十字刀里面 十字刀也在圣城的地底下 为了不让王叔阴谋得逞 必须护送匕首到另外的一处庇护所 半路就被黑胡子一行人给抓到 黑胡子打算用大毛换取赏金 目的就是为了金子 小方告诉黑胡子 只要到达庇护所 就会有大量的金子 要比大毛的赏金多得多 在小方的框片下 黑胡子成了保镖 一行人千辛万苦来到了庇护所 庇护所的所有守护者已经被杀 杀手就是哈希摩 老三也带人赶到了这里 三伙人交战在一起 老三不幸于难 虽然成功击退了哈希摩 匕首却已经被带走 为了拿回匕首 黑胡子和大毛结成同盟 老黑是一名非刀高手 守护匕首的人竟然只有一个 这射箭也是最最大 难道不应该重兵把守吗 老黑为了匕首英勇先身 拿到匕首的大毛找到了老大 用自己的自杀证明匕首的神奇 好在老大启动了匕首 老大也相信大毛的解释 不过没有什么软用 老大被王叔瞬间秒杀 这国王当的纯粹来打酱油的 大毛找到谁谁就死 大毛有毒啊 这个时候只要干掉大毛就完事了 王叔再一次只派了一名杀手 真是证人君子 王叔拿着匕首来到了石之沙 大毛和小方抄近路也找到了王叔 两个仇人见面只能兵刃相见 打斗中小方领了便当 匕首也被启动 放出大量的石之沙 一通电光火时 大毛回到了刚拿匕首的时候 在这之前所发生的事情 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这完全就是有预测能力 大毛在众人面前拆穿了王叔的阴谋 王叔眼看事情就要败露 情急之下和大毛玩命 不过被大毛给反杀 再一次见到了小方 老大这个时候将小方让给了大毛 在之前的遭遇中 小方和大毛已经相爱 这个时候只有大毛爱着小方 小方不清楚发生了所有事情 不过两个人有着解不开的缘分 有情人终成眷属 大毛改变了整个历史 本片完 这个故事是游戏改编的 很多设定都像游戏任务 作为一部电影 开始还是可以的 比较老套的穿越电影 还是值得看一看的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想要获取本片资源 微信公众号搜索老油条说电影 我是老油条 喜欢点电源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